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那个名称,也就是那个栏位里面的资料一定要查过来 那我们刚刚是有用到一个V的函数做查询资料 那当然查询资料像以刚刚这个这个范例是比较简单的 查资料过来,而且在同一个工作表 理论上应该会在不同工作表里面 就像说刚刚的这个问卷调查里面 问卷调查里面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 它是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而且很多的这个表需要查 所以如果很多个表要查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定义名称 因为如果你没用定义名称的话,就没办法配合像Indirect 那如果说刚好它上面的名称跟你的定义名称是一样的话 那你会发现,假如说像这么多的栏位 你每个都要把对应关系查出来,其实很浪费时间 所以如果假设你会用这个方法,你向右向下 它可以把整个调查,这个问卷调查的结果全部都查回来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再搭配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那就可以快速的帮我们产生我们会需要的这个结果 那当然后续的话你可以把它美化,直接贴到PPT其实都可以 那当然后面的话,本来原则上我还有一个这个硬体零件销售分析 那里面当然还是会用到正规化,跟那个定义名称,还有V函数 只是说因为今天时间,如果要把这个题目讲完,可能不太够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也许给各位当成是这个课后的练习题 那这个地方的话,主要当然就是说你要先把,一样 它第一步呢,还是需要先把资料先正规化 或者是说把资料先查过来 那查过来之后呢,里面就会有总共有12个问题吧 12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要把它查回来 那总共12个问题,要怎么查 其实我在那个我的讲义里面其实也有答案啦 所以前面部分是把资料做整理 那后面的话呢,再来就是说呢 第一个问题,这个全部的业绩到底多少 那当然也是透过什么,直接拖拉数据分析表 其实就可以有答案 其他的话什么,各县市的业绩总额啦,其实也可以查得出来 再多一个栏位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各县市各部门其他的相关的 这个我想前面跟前面讲的其实有部分是雷同的 所以也许后面这个部分请各位回去再花一点时间在做练习 那今天的那个上课我一样有把它录影下来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回去再做复习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我再提供这个影片连结好了 那之后如果你假设有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 也欢迎可以在那个就是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说你可以再把那个问题 再用email或其他方式跟我联系好了 OK 那因为今天的时间是到12点 12点半 所以时间我想也差不多 最后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线上的那个这个研习 如果现在如果马上没有问题的话 也许之后啦 假设有遇到问题的话 也许这可以再再再提出来好了 OK 好 那不然今天的话 我们这个研习就先到这里好了 那OK 那感谢大家的耐心听讲 OK 好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结束 OK 感谢大家 OK 谢谢 1000 1 9 1 10